Tasticphoto.hk 歡迎來到膠事變場 Tasticphoto.hk 說話給你知道 什麼事 原來我們過了3萬訂閱 這次真的有3萬粉絲 拿東西出來抽 怎麼辦 你拿人給你抽 原來不過已經3萬0900 算吧 其實這些數字對我們來說 都不太重要 多謝觀眾訂閱 其實訂閱和觀看數 沒什麼直接關係 是啊 講到尾 訂閱多了少了 對我們來說沒有影響 但對演算法就很大影響 那 通常要這樣 是否要剖析一下自己 坦白一下 或者講一下內心感受 這個環境 還有講一下我們為什麼 由開始拍Youtube到慢慢慢慢 我們的形式都很不一樣 無論就是說 我想我們都算叫做 要講回 說肥佬年代 去到以前 可能一些新的觀眾都未知道 其實膠事變場的膠字 是來自高登這個平台的 整個名字都是以前肥佬 然後才過來這邊 然後慢慢慢慢有些人事變毒 剩下我們三個 之後就成為了現時的交攝現場 那 初初講起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香港都沒有太多的 單單做於攝影的YouTube Channel 因為那個年度是由這個 就是先開始的 之後就慢慢就開始 會拍一些 叫做 好像網台形式的短片 之後慢慢慢慢就開始 真的要講到 真的 阿Kai和阿Lok 這個真是叫做 神級的攝影 Channel YouTuber 那他們 因為他們一直到現在都好 他們那個 形式都是以一個 換味性質 或者是輕鬆的方式去拍YouTube為主 那有不同的 他們講英文 講英文 講英文 換味輕鬆是可以原諒的 是 他們可以 你用廣東話換味輕鬆 就叫做 真的話就要用英文來講 是 真話就不能用廣東話來講 是 就變得不專業 或者可能變得不可靠 是 近一年來我們都經歷很多起起跌跌 是 事實上都被不少人攻擊 是啊 那兩位怎麼看呢 我就 不是很 應該說 我們不要留意 我不是很留意這些攻擊的東西 是 因為你太忙了 我只是留意不到 不好意思 我想留意的 我真的沒有時間 那Colin呢 挺好的意見 是 令我們老的思維 令有另一個方向的 體會 多了很多新的題材 其實為何近這一兩年突然間 其實我們 我進來兩年了 是啊 其實這一兩年突然間 多了很多人做 關於攝影器材的YouTube 是 亦都有很多比較 以前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是 以前嗨無所謂 現在嗨是不行的 不行的 但是為何我們依然堅持 依然故我這樣嗨化呢 首先我想說一件事 嗨就要看角度 就是你可能按一顆小的 出一段影片 為之是 但當中有很多資料搜集 出了很多內容 我們檢查過那些 很多東西的話 有錯我們認錯 又出一段影片 其實我覺得都不太太 你講到你真的做了很多 事實我覺得 我 有做過 多餘性又是比較的 起碼最少我們是 真誠地 我自己相信那件事 我分享出來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 對不對 另外一件事 對 如果不對 要指證我們 即沒有違背自己的內心看法 是啊 所以就是說 我們可能都會將 我們現在單單在講攝影YouTube Channel 但是很多時候 大家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既然做攝影相關的行業 你又拍攝一個攝影的頻道 為什麼你的形式 好像這麼業餘 好像很不尊重攝影 但我們會想回 其實我們本身是一個 叫做個人的心理歷程 或者經驗分享 但我們不是要 show off我們的能力 因為其實 我們都不需要做這件事 或者再分享深密一點 其實有跟開的可能都知道 即是我們開頭我來的時候 你們是負數的嘛 每個月都在虧 因為租了地方 其實我們是經歷了一個 很陣痛的階段去轉型 即是由怎樣開始 賣一些產品 做一些團購 開始慢慢開我們的online store 到我們youtube的收視率 也慢慢提高 其實 如果說要跟以前肥佬的年代比較 那我也不怕比較 即是我們現在轉型 每天都希望有一條片的最少 那實際上可能那些視頻跌了 但對我們來說那些視頻是多了 即是可能很多東西是策略來的 那我覺得我們在這一年來 大家都在那裡摸索 那其實有很多東西是不開心的 即是譬如是些什麼呢 我們很努力去拍一些有深度 或者我們研究過不同的劇本拍的東西 是啊 沒有什麼view 是啊 或者可能是跟本土的一些文化相關 或者是跟一些技術或者器材相違背 不可以說是相違背的 不是重心說這兩點的東西 其實DVV是會立即下跌的 是啊 譬如我們講一下一些出名的攝影師 介紹一下 或者我們嘗試過 譬如去講一下關於攝影的電影 即刻沒有人看的 是啊 直插 令到我們都幾灰 是啊 其實我們本身是想有一個理念 就是想補完香港攝影圈裡面的一些 漏洞 不可以說是不足 不敢說是沒有資格 沒有漏洞 是啊 整個生態圈 我們不能進去 是啊 但是有時候可能我們自己有一個初心 但是也都要理解到就是 是不是主要的觀眾群是想看這些東西呢 那我們 youtube的演算法其實就是很殘酷的 是啊 這件事就是說 演算法他覺得哪些東西都有人看 他就會將那些內容推送給更加多人 是啊 這個世界觀令到 甚至乎我平時看的東西 看看都會 咦 只是那類型的東西 然後再偷看 Joey看的youtube 咦又是另一個世界來的 看看你看的youtube 又是另一個世界來的 所以其實 youtube的演算法 令我們的眼光越來越狹窄 所以我們要盡量去搜尋多一些自己意外 平時看的意外的東西 才看到另一個世界 才帶多一些資訊 在我們這個頻道給大家看到 但在我們的頻道又面對我們的問題 當譬如R3流行的時候 你就要天天說R3 ZFC整個星期說ZFC 你計錶是需要這樣做的 是保持演算法令我們不會沉底 然後現在Z9一定要不斷說Z9 但你也看到我們是有心地怪人頭買狗肉狗 不妨要告訴觀眾 就是說因為演算法的原因 我們迫著要做標題黨 這件事我們都不想的 但大家會覺得好像被我們騙了 好像是因為標題進來說另一件事 但就是想將我們原本想說的內容 讓大家都可以再託戰多些 聽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再說多一點 譬如被人攻擊我們拍廁所上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你說我們明環不靈 明環不靈 不明白 看到這裡 大家都是我們的忠實擁躉 如果看完下一集 我們就會公佈 能夠得到這條龍輪相機帶的得獎方法 還未出門的 新產品來的 聽音樂 我們有些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